首先我想要建立 把这张 把现在这一张 现在这一张 我先把这个工作表明箱换掉好了 这一张应该叫做什么 各快速点两下 叫做各 这应该叫做14日 14日再祝愿日 好了 我现在要先跟你分享一个 他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新功能 新功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一张图应该大家都会画 对不对 那你知道什么叫自动分析 你相不相信未来可能有一个人 有两个应该是两个人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 他就直接在那个荧幕的前面跟他讲说 请问2016年 请问2016年 14日再住院率 为什么大幅下降 对吧 他是不是会问 会讲这句话 然后那个荧幕就自动回答 听不懂 听不懂 举例来说好了 你现在想不想知道 你现在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他会大幅下降 会吧 对不对 你的主任 你的主管想知道 大家都想知道 他其实已经可以告诉你答案了 所以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好 游标 点选他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请点这个蓝色 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帅不帅 帅吧 听得懂吗 你们听得懂听不懂 我跟你讲 以后连人分析都不用了 是真的 你要会善于运用 已有的工具 好 那我们现在就点 说明减少的情形 好 接下来他出现的图 你要看懂 所以 所以 真的 如果说你可以的话 还是去花点钱 买好一点的 那不可 来去做这些数据分析 好了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他这边的意思是指说 这个 2015变到2016的平均 就是住院 整个的下降的幅度是15.25 有看到吗 就是这件事情 你应该有看到 对不对 第一句话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算这个数值 应该也会了 就是谁被谁来除 谁减多少 就是2015年的那个14日的什么 然后 跟2016年的14日平均住院率相减 然后请问你的分母是什么 是不是2015年 这样就算出来这个数值 现在连你算都不用算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他说 2016年会下降 主要在这个季度 2016年的第一季 第四季 再来第三季 跟第二季比较没有影响 好 下来 然后他说 在这个地方 主要下降的有 主要下降的有 高平 中区 台北 业务组 有听懂吗 就是 你连分析都不用分析 好 那他说的到底是真的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请你记一下好不好 2016年它是会下降 他说跟哪几个的电话是有关系的 他说 高平 有在下降 还有中区 有在下降 台北有在下降 有听懂 好 这个我们就先 关掉 怎么关掉它 这个画面的旁边 点一下